各位,我首先跟大家简報 昨天在大毛山郊的公園附近發生的事故 昨天早上大概5時7時 消防署首先接獲救護的求助個案 在白鄉那邊沿槓爭 其中有兩位人士需要救護車道場幫忙 收到第一次召喚之後 在其後我們陸陸續續收到一些求助個案 去到7時06分 我們收到大量的人士 需要在大毛山頂附近的範圍 需要我們消防的同事協助 消防署很快就到了現場 到場之後我們發現現場有大量的求助個案 所以隨即陸陸續續 就派不同單位的人士上大毛山協助救援 在整個事件裏面 我們消防署總共出了大概300多人 包括消防和救護 其中我們要求消防協助的人士來說 就是有111人 最終在整個行動裏面 我們總共有62名參與 在昨天的長途越野賽跑的人士 就送去醫院 其中三位是比較上嚴重的 過程裏面我們首先到場的人員 就其實已經很快就大概8點半鐘 已經接觸到初步那些提出要求協助的人士 隨即我們在現場來說 一邊我們需要消防署的同事協助落山人士 就帶來現場之餘 我們都要求飛行服務隊促進幫忙 飛行服務隊很快就到現場 就即時將兩名需要協助離開山頂人士 就送去飛行服務隊的基地 其後飛行服務隊不停協助我們 也都在下午的5點多鐘 以及旁晚的9點多鐘 也都分別將兩位人士送來山頂位置 消防人員到場之後 發覺上山的道路 在初期你覺得是人和車都可以上到的 但是在救援期間 我們發覺上面的天氣急劇變化 令到路面很快就有嚴重的雪傷的情況 所以我們消防署的同事 就馬上通知我們的消防治中心 我們消防治中心就特別去我們的備用艙 即時加派我們的特別救援工具 而我們也加派了專隊 包括貪圖請求和高空請求人士的人員到場協助 最終整個過程就是到今天凌晨到大約12時半 我們已經可以將全部人士帶來達武山的範圍裏面 謝謝優Sir 或者接下來我們請警務處的郭Sir 全外區指揮官郭Sir 在昨天那個事件裏 我們的交通部的同事 當我們早上去到現場的時候 就一直做一些交通管理的措施 去到時間大約9點半鐘左右 我們同事在現場裏作過一個評估 因為地面很多地方已經結了冰 天雨露滑 引致到相當危險 很容易有些人 譬如說滲傷 那些車也有機會滲傷 當時已經有大量的車輛洗滯 造成濕塞 也影響我們救護人員的工作 所以我們的同事就決定 要將大武山路封閉 除了封閉以外 我們的同事也在現場裏作過呼籲 因為在當時的現場 也是有不少的遊人的 我們都是勸喻他們去離開 因為當時的地面 是非常之危險 很濕滑 我們大致上就是這樣 是 謝謝郭Sir 那飛行服務隊的總機師 胡Sir 麻煩你也跟我們介紹一下 昨天你們的拯救工作 謝謝 好 多謝 昨天我們飛行服務隊 在大武山這個拯救行動裏面 我們總共出了8架次的直升機 16人次的飛機師 和16人次的拯救人員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總共拯救了4個行山人士 有2個直接送去東區尤德醫院 我們的過程基本上是由早上到9點鐘 一路做到晚上10點鐘 在當中我們遇到的困難 最主要是天氣的突變 基於季後風來得很快 夾集一些雙動的雨水 導致在一段情況之下 我們的機身是有一些結兵的現象 在中間的過程 我們飛行服務隊也不斷地和消防的同事 保持聯絡 在一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盡量提供協助 中間我們也試過放下了我們的空勤人員 在大武山頂 和其中3個行山人士 和消防的同事一起 就是將它們帶到安全的地方 直到天氣容許之下 我們飛機才可以去做這個救援 這個情況 能夠成功做到這麼多的救援 亦都是有賴飛行服務隊 以及消防的同事 以及警方的同事 就是一個緊密的合作 OK 多謝 接著下來 麻煩文安隊的方耀堂先生 和我們簡介一下 謝謝 我們文安隊 早上8點9 收到警方的請求 找我們幫忙協助撤離 在大武山頂被困的人士 我們總共分了四次的出隊 大概我們出隊是三十多人 全部都是趴山上牛隊的人員 第一隊的人去到的時候 車都可以去到那個閘口 對落幾百公尺左右的位置 但是隨著天氣的轉變 跟著第二第三架車都不能夠 上到最頂的位置 反而我們第二第三架車 隨支援的人士 就要將支援的物資 用人手的方法抬上去 我們除了攀山拯救的器材之外 都帶備了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熱水、杯面、無煎 抬上去都挺辛苦 因為其實都挺斜 上去原來不算辛苦 原來下來才是最辛苦 上去到上面支援他們 由於上午的時間 天氣初段就好些 到我們去到大約10點 到1點、2點的時間 那段時間是比較差的 所以那段時間 我們是做支援多 就撤離 除非有一、兩個 是比較嚴重的那兩個 我們就即時撤離 其他那些 就是受困的那些 我們就提供支援 等到下午 是剛才幫忙一起撤離的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阿Sir